我們今天要上的就是 一圓二次跟 一圓 一圓一次方程式跟一圓一次式 這兩個是不一樣的東西 那我們就開始上課吧 好那一圓一次式 它的圓代表什麼意思 它的圓就是位之數 就是像說 XY這樣 大家都會看到一次的話 就是次方吧 幾次方那就是幾次 那假如是二次 那就代表那個位之數它有二次 那 四跟方程式的差別我們就 往下看這樣 這邊 圓代表是 幾個位之數 XY 再假如是 二圓一次方程就是可能是 2X加Y這樣 就是有兩種位之數 那一圓一次的話就是 顧名思義就是一個位之數 很簡單 那次的話 就代表最高次數 就是 剛才有講到就是說像 兩次的話那就是 X平方加多少多少這樣 寫下去 最高次數喔 就是假如你有三次的話那就是三次方 你同時裡面有三次四次 那就是四次方這樣 最高次數來看 那四跟方程式的差別 4是沒有等號 比如說6X加3 他沒有等號 你沒有等號你就不知道他能 寫成什麼 就是不知道答案是什麼 那方程式的話 就是有等號 就是比如說5X加3等於0 那你可以清楚知道說 X等於多少 這個方程式才會成立 因為他是有等號 你一定要讓他可以等於0 5X加3一定要可以等於0 才可以那個 所以說 方程式是有等號的 不管你後面是不是等於0 比如說他可以等於3 那X就等於0 對 就是不一定 看題目 那他也是類似有 一定的一套規則去做四則運算 那他怎麼劃減 就是他會很複雜 題目給你的都很複雜 那我們要 跟 一般 小學學的一樣 就是先乘除在後加減 這是 一定要的 除非他有括號先括起來 才是 先做括號裡面 那係數與係數相乘值的就是像這樣 因為你X plus什麼東西 AB都是常數的話 比如說 A是7好了 CX乘以3好了 B是3 那會變成21X 因為X不能動啊 可是你可以改變他 因為他是乘 你可以改變他的係數 那分配率 就是小學學過的 就是括號裡面 然後可以乘進去吧 先通分就是 分數的部分 那去括號再 合併同類項 去括號就是 括號裡面先做完 你前面的東西 成完以後或除完以後 再去同 合併同類項 同類項則是 X 比如說你有3X 跟括號裡面有一個4X 那就是 括號去掉以後再加起來 那也會有X平方 那X平方 就是把 所有東西加起來 不是 不能加到X 因為X平方是另外算 對 那他有他的解呢就是 假設AB為任意兩個數 然後有一個方程式 是 AX 加 等於B 那假設我A不等於0的時候 恰有一個解 因為 因為 我把A除過去會變成 B分之A嘛 不是 A分之B啊 講錯了 A分之B 那這就要條件等式 就是這個解 那等於0的情況下 基本上這方程式是無解 因為分母你不可以為0啦 你分母等於0的話你就 沒有意義嘛 就是 不可以為0 不合理等式 你除過去的話不就 變成 這邊 0是分母 就是 不合不合理嘛 那假設 B跟A同時等於0 那這個方程式是有解的 這是特殊情況就是 你任意一個數 帶進去你 A你帶1萬好了 你乘以0還是等於0 這是OK的 對 這邊 第二點我少打一個就是 B不等於0的情況啦 我這邊少註解 就是不好意思你要記一下 這樣 那就差不多到這 同時 可不可以 就等於0了